下面咱就讲什么啊 咱们刚刚呢已经明白了property属性 它原来它的一个简单优点对吧 就是原来它就使用方式更加简洁 那么咱们就说一下property属性 其实创建的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装饰器 当然了大家没学装饰器 我简单告诉你就是atproperty 咱们刚刚用这种方式 这就叫做装饰器 这是第一种 还有一种方式叫做类属性 也可以对吧 有两种方式来创建property属性 听懂了吧 就接下来咱们就看看 这个哥们到底还可以懂得创 这就是咱们接下来的目的 第一种呢装饰器的这个 咱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刚刚的装饰器的这个 说得直白一点 咱们先定一个方法 然后在前面写到property 接下来这个方法名叫什么 接下来咱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这个对实力对象点 什么是不是就可以自己用了吧 很简单 但是你的保证这里边是不是有return 把这个数据返回行了 这里边一个逻辑处理过程 很复杂 这都有可能 你这个方法里边的逻辑处理过程 很复杂 但是最终呢 我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简洁了吧 第一种方式 但是呢 说到了这个property装饰器 这种方式 你要注意点 它在新式类和经典类里边 它还不太一样 什么叫做经典类呢 咱们等会应该强调过好多次了 什么叫经典类啊 在python2里边 括号里边没有小object 那么这是不是叫做经典类啊 在python3里边 你不写式的也继承啊 所以是你一定要分清楚版本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 如果要是python2里边的经典类 你就只能用property这一种方式来实现 就是如果你想用property的话 就只有这种方式 但是如果要是在新式类里边呢 就是继承了object的这种类 它可有三种使用property装饰器这种方式 哪三种的最卡 一种 两种 三种 那这三种意味着啥呢 这个和之前的数据方式一样的 说明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叫做属性 是不是叫price了吧 那么price只能获取吗 能不能设定呢 咱们刚刚用的这个东西是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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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size 请问是不是获取它的值了吧 那我能不能就像给属性一样设置一个值呢 可以 怎么做了呢 你再定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依然叫这个名 在前面装饰器的时候就不能 就不能和上面这个一样 怎么做了呢 把这个写在最前面 把这个写在最前面 这个property下面的名叫什么 你接下来就写上什么名 .setter 那么将来这个方法里面有个独特的地方 什么呢 它只有多余了一个反处 只多了一个 也就是说它只有两个 那么这个是传进来的 什么意味着呢 最低啊 当我 A等于xxx.side xxx.price的时候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是不是要获取这个price属性的值啊 它就会自动用这个方法 当我接下来xxx.price等于100的时候 那会怎么着呢 这一句话会导致它接下来掉这个方法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那么如果你接下来 你接下来 这种方式来这个装饰器装完的这种三个函数啊 三个方法 对吧 这就是在新式里面这三个 稍微说一下最点了嘛 这个稍微说一下最点 如果你的price这个属性既有设置又有获取还有删除 那么你就可以有三个 如果你的这个price这个属性呢 它只有获取这个值 那么咱就干脆只有这个东西 这么说了 你多一个你就整一个方法 多一个就整一个方法 OK 前面的加上装饰器的装饰的过程呢 也不一样 好了 特别要切记 第二个注意点 如果你接下来想要让你的这个装饰器 有设置方法 有delete方法 那么将来怎么做的呢 首先你这个地方名叫什么 properly之后 你这个名不就叫price 不已经确定了吗 那么你接下来 你去写那price.set 那么接下来的方法名呢 必须还得叫price 要是你接下来如果还想有的话 都得必须叫price 第一个写在前面 接下来这两个谁在前面 谁在后边无所谓 接下来就可以使用price.set了 接下来就可以使用price.delete了 那么这个设置值的收调 这个删除值的收调 这个获取值的收调 听懂我意思了吧 基本上就是在新式里边 新式类里边有三种properly 这样的方式 分别对应在探入 设置获取三种 有的三种东西 那么这个german到底有什么用呢 来咱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demo 看一下这个demo 一看就懂了 看着 这个demo里边 注意看 来为大家读一遍 当我的程序执行到这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第一步创建了个实例对象 第二步 调用它的引力的方法是不是对这里边出手画吧 好了 出手画的时候是不是把self传过来 是不是self指向这个实例对象 self的original price self的discount 这意味着啥呀 原始价格以及打折的信息是不是都往这里边写啊 受通吧 说了之外的 这里边是不是就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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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现price 我就简单写了 you presspice 然后等于100 然后有个什么 一个什么什么discount discount 是不是等于0.8 0.1折好呀 还是0.8折好呀 折也大于好吗 你可要很清楚 别买衣服的时候 这个9折那个8折 买那个9折了吧 你可别这么干 来那么看这 当我这一句话执行完之后 是否意味着我这里边是不是已经出手画完成了吧 那么接下来咱们这个obg这个变量 是不是也就指向了这个实例对象呀 那么接下来obg的price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好像就是取这里边的一个属性 对吧 这里边有吗 没有吧 这里边有这个price吗 没有吧 但是你在创建这个对象的过程当中 请问你是不是用这个模板创建的吧 所以说呢 这个类里边的东西 其实早就早就执行了一点 但是他不会执行里边的代码 但是创建这样的东西早就执行了 那么意思就导致了 接下来你去掉price的时候 请问这句话会到底掉有哪一个函数 哪一个方法 这句话会导致掉谁 这是获取啊 还是设置啊 还是删除啊 获取 那么掉哪个呢 掉这个 掉这个 大家来看 粉丝掉这个的效果 是不是就是 把我当前对象里边的这个折和这个折取出来 我接下来打一打个折 我把打折之后的价格是不是给你返回来了吧 好了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的这个是吧 这个原始价格太便宜了 别人都买好几百 我都涨了价格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会导致了 是不是这个方法 是不是就会被掉了吧 那么你此时等于的200会传到哪去啊 OBG的price等于200 这个price是不是意味着调用某个方法了吧 那么一定是意味着调用某个方法 那么这个200把它传到这个value里面去 听得清楚了吧 这个200传给value 借等于200 这个value它就等于200了 传到这去 大家看 Sale of the original price等于value等于200的话 请问这个哥们 是不是就由原来的这个哥们 是不是已经就改成了谁的 是不是就改成了200了吧 那么接下来 我不想要了这个属性 我删除了 怎么删啊 这句话一掉 它就会导致什么 你这句话一掉 我这个地方我来个箭头 只要这句话掉 那么这个函数 它是不是就会被知情了吧 那么接下来 你把这个东西给它散了 那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三种 用property这种装饰器 来装饰的这个什么呢 property属性 property属性 大体能力也我意思了吧 最终体现出来的唯一的一个特点 就是让咱们大家在用的时候很简洁 我掉一个函数的时候 原来就像给一个变了负值一样 我掉一个函数的时候 就像获取一个变了的值一样 我删除一个 删除一个属性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这种方式 就一个道理了吧 那么最终体现出了什么特点 体现出了什么特点 好了 这种方式通这也能看得出来 我不想要的时候把你删了 但是如果你要是用掉用这个方法的话 是不是你根本就删不了吧 所以说在这 一个体现 最终的 这就是新式类里边的三种 来实现property属性的方式 言外之意 如果我仅仅是获取 是不是只写这个吧 如果是还有一个设置 是不是再写这个 如果是还有个算数 是不是写这个吧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写这个和这个 能留意一下了吧 一般写这个和这个就可以了 有设置有获取 好了 这是property来实现的方式 分吧 两分钟 咱们大家理解一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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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